特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吗 其实也不算 不高不低吧 高不成低不优的那种 对你来说 你的目标本来是什么 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目标 换我前几天 那几天我看这个学校 过来就觉得报南开挺好的 所以我就报 其实中国除了清北以外 剩下全都是第二岛 国家对那个清北的投入 和其他学校的投入 完全不是一条线 清北属于那种 就是超一流 完全跟其他学校没法比的那种 再往后才是第二批次 交大 复旦 中科大 五大这种 南开这种 属于第三批次了 但是南开在一般人心中 就是一个名校 在中国 算名校算不了几天了 所以说学习对于你来说 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 高中的时候是吗 高中的知识确实不在 就现在很多家长 你看给小孩又是补习班 又是什么的 你是从来没上过补习班吧 没上过补习班 因为补习班没有什么必要 高中的时候该玩也玩 贪玩 贪玩 都玩啥呢 高中或者大年 一般都玩游戏的多一点 高考可能属于运气成分 有一点 虽然考的不是很高 但是是有运气的 如果加上少年民族 再加上一个什么 农村户口 农村户口 你就可以上北大了 有机会 有机会 肯定不是打不好 反正有机会上北大了 在内蒙 这个教育资源 相对来说 中国是比较中下 不能说最次的 比西藏 新疆什么强点 我觉得能考上 这种学校 真的也很难 因为这些学校在内蒙 它的招生名额 本来就很少 你现在已经上大学 上了一年 其实上半年因为疫情 跟你想象中大学 差别不大 只能说是我自己过的 就是我达不到一个 学有余力的成绩 如果我学那些 没有拆大压力的话 完全和我想象 这些大学是一个生活 就是能干自己想象的事 在现在不行 现在是光一个 学习就把你拖住了 是吧 明天是头晕眼花了 难开这种学校 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 就你混一混 这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你混过去 又是运用的 学分级 就是成绩那么低 不管你是考研究生 还是你毕业就找工作 都会比较困难 你觉得你大学里 最想完成的什么事 有没有目标 上大学这一年 对自己特别特别不满意 网上有的话说 就是人不要活成 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然后我当时 觉得这句话特别对 然后我一直 一直学习的时候 可能也以这句话 为动力吧 对 为动力那种的 结果到了大学以后 我发现可能是什么环境 就是什么人吧 然后我也就属于那种 比较容易随大流的那种 这一年真的是 那一个学习也当着 那还早 还有机会 还有个试时间 你既然已经意识到 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来得及 假如说 现在有一个 就要高考的学弟吧 你会对他 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就是 高考放平心态 不管你是翻规好 还是翻规不好 有一个理论 叫那种 直接先收数理论 不管你中间经历过啥 最后你该成什么样 还是成什么样 所以说 不管你高考考 是过啥发挥了 还是说是 或者特别不满意 准备复读这种 都无所谓 努力的工作到了 最后还是要 不管你什么学业 什么什么 其实都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再给你 自己会重新高考 你想报考哪个学校 我肯定想报清北 肯定就不用想 还是清北 但你这次也可以报清北吗 百分之四五十个可能吧 我属于那种 学习效率特别低的人 我要用大量的时间 我一直看那种 我这也是几个人 他们都是那种 我看一眼就可以会了 气中 我完全不是那种 让我干击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好一点 就逻辑性太强了 我就是理解很长时间 所以清北 而是真的不好考 今天的采访